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3月13日 在今日中国的国家媒体央官网发布咨询提到 3月13日北京地铁官方微博发布咨询 此前北京地铁10号线因信号故障前线 各次列车进行缓慢 目前故障已修复 进行秩序不复恢复攸关 此次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在今日早晨 众多北京当地民众发文提到 北京地铁10号线内环方向 今日周一早高峰8点15分 列车信号故障 列车晚点 从宋家庄到石榴庄开了15分钟都没到 还有的民众提到 早上8点踏进10号地铁车厢 走了没有1分钟就停了 等了半个小时终于开动了 结果广播通知到下一站后 亲人在莲花桥果断出站打车 等了10分钟才打上车 着急蛮慌的9点多踩到单位 第二次经历故障是号线真行 有关发生此次的原因 北京地铁在此前的官方微博上发文提到 目前地铁10号线因信号故障 10号线前线各次列车运行缓慢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 及其有关北京地铁10号线 中国的网络自信显示 北京地铁10号线其以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八沟站 原三环路至四环路间而建的环线 是北京地铁的一条地铁线路 前长57.1千米 设有45座车站2008年7月19日投入运营 是目前北京地铁系统中最缓满的线路